医社的义务主席卓顺发先生 卓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 还有我们的旧吧的好朋友 上次来给我们的节目上 依莎的节目我们请的是 慧芳姐 慧芳姐你好 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 是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旧吧的 FBline来看看 卓主席和慧芳姐 当然是为了配合这礼拜天 7月7号晚上7点在八频道 所呈现的这个 善计取名爱亲业的这个 第一次善计医社的电视筹款活动 这个是特别选拔这日期 因为我们在念的时候觉得 7月7号7点钟 很幸运的号 Lucky7 真的777 其实像是主席来的时候 特别为我们介绍善计医社 可能可以再说一次 那五大宗旨再次强调一下 告诉我们的句话 其实上季的五大宗旨 宽容慈悲大爱感恩祝福 我觉得这五大宗旨 跟人的身体健康细细相关 因为很多很多问题就是人的一些 思想上的问题 造成一些破坏跟伤害 如果大家对宽容心 慈悲心感恩心大爱心 问题就减少了很多 没错 其实要做出这五大宗旨不容易吧 卑芳姐 因为人与人之间坦白说 不要说是朋友 跟家人难免都会有摩擦 对不对 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一个挑战 非常大挑战 这人嘛 人不是圣贤 所以你要本着这五大的话 这五个宗旨来做东西的话 真的 你只要能够本着里面两三个 就很厉害了 了不起了 了不起了 五个宗旨真的是还不容易 不用说A1 大家B3 都已经好了 没错 像慧芳姐 在接触善继意识之前 是否已经对他们有点熟悉的呢 我认识孙大大哥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都是朋友来的 所以我就知道他一直都为善继 付出很多 贡献很多 真的很难得美大 百年来第一次举办电视抽款 而且我们也看到 我那天见面的时候 我还提到说我上去网上看 我们最怕是求助无门 这个善继向大家求助有无门 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样的国籍 甚至是怎么样的一些中校 客工也是可以来这边 所以像慧芳姐这一次呢 配合这个电视抽款 也认识了其中两位受益者 对吴先生我太太 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当年的时候 当他们得病的时候 而且他们就吴先生得到 那个中风的时候 当他中风的时候 他的无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然后觉得他药费太贵了 所以甚至想放弃 后来就在一个管道中 认识了这个善继 然后善继的医师呢 把他治疗 从不能走动 不能说话 都不能治理的情况下 医好了 现在他可以自行 可以自己走动 自己吃东西 自己治理 所以他很感恩 他非常感恩 他一直觉得他很感恩 对 善继医师在也帮助很多朋友们的当然 尤其他提到费用这层面 大家很担心说 看医生很昂贵 对不对 善继医师呢 尽可能做到让大家能够安心治疗是吗 怎么做到呢 其实慈善嘛 就是慈悲跟善良 然后慈善是集中大家的力量 把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来上级 基本上看诊是完全免费的 就是任何一个人走进来上级医师 跟医生聊天 健康的尝试或者医生输送正能量给他们 都是免费的 然后60岁到65岁拿药是一块半一天 然后呢65岁的建国一代是完全免费 我觉得建国一代他对国家的付出相当的大 我们应该感激他们 然后60岁以下拿药三块钱 可是在外面看一个中医 伤风咳嗽要40块左右 所以他来拿药才三块钱 就等于12块钱嘛 他应该省了28块 我们是很希望他能够拿到10块钱 来帮助到另外一个老人家看病拿药免费 不过在上级医生里面 一个人进来看病 包括拿药看医生的 要20块钱的成本 其实是不值得 因为我们的费用真正的是一年要1000万 可是政府的资助200万 屋租免收嘛 所以还有800万 我本身是没领薪水的 扣来扣去差不多700万左右 那怎么样坚持呢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办一个这样一个慈善组织 是很不容易 需要很多人的这个支持 所以百年来第一次办这个电视筹款 是不是志在希望大家支持之外 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善级医生呢 其实做慈善相当的艰难 相当的辛苦 尤其是你每年要这么多钱 对 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这次的电视筹款 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善级医生 能够大家一起行善社会喜业 社会经营 服务社会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共襄上局 把上级做起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然后帮助到社会更多的人 了解 所以惠芳姐这次也是跟葛平大哥 一起拍摄这样的一个短片 所以整个过程是怎样去进行 除了先认识两位受益者之外 接下来呢 怎么样的去深入认识他们的故事呢 就是跟他们以聊天的方式 让他们带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然后从中他又知道他们又怎么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从哪个角度去探讨他们的问题 所以从这也可以探讨到他们夫妻之间的那种 除了生病之外 他们之间的那种爱 那种感情 也是其中一个让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葛平大哥流出他英雄类 对吧也是 你看到他们两个夫妻无儿无女的 就是互相扶持 互相坚持到现在 来坚持到 从他的 尤其他的胡太太说 当胡先生